嗨,大家好,我是住在日本东京的Na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家工作 上班主要怎么煮才可以又快速又简单不流汗 大家应该非常烦恼不知道煮什么对不对 我会实际记录我的午餐跟晚餐是怎么样料理的 不记贤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哦 其中我会使用到Shop的万能锅 它帮助了我很多 我不需要站在厨房 大粒瓜小粒瓜 这个厉害哦 那我们又来看一下我是怎么样准备的 第一步是以周围单位去规划你的菜单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有事前的规划你 才不需要当天去烦恼要煮什么 我在周末的时候都会参考食谱 来规划我当中的菜单进行食材的采购 第二步是事前准备一些常备菜放冰箱 有了常备菜你当天就只要准备煮食就好 用常备菜来做辅助增加菜单的丰富度 这次先示范三道常备菜 首先是豆芽菜 我会稍微洗一下 不洗也没关系 花椰菜把它切个一朵一朵下来哦 这个很简单 然后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花椰菜的筋也会吃的啊 我会把它切起来 水滚后放下豆芽菜 豆芽菜稍微烫个两三分钟就可以捞起来 放在旁边备用 接着我们把花椰菜也放下去 筋比较硬所以我会先放 接着把花椰菜的花朵放下去 烫花椰菜的同时我们来调味豆芽菜 豆瓣酱一小匙酱油两小匙 再加上中华调味料一大匙 加上两小匙的麻油 最后加上少许的蒜末把它搅拌均匀 把它放进去豆芽菜里面搅拌均匀 最后撒上芝麻就完成了 花椰菜也烫好了 我们把它冲凉放在旁边冷却 取出一个干净的容器 用热水把它消毒烫过 把冷却的花椰菜放到消毒过的容器瓶里 接着我们会放入果醋跟橄榄油来调和 醋的份量以你喜欢的程度去增加 我这边加了100cc橄榄油也是随意的到 我会再加几颗蒜头跟胡椒下去 如果喜欢辣一点也可以加干辣椒哦 简单完成 剩余的花椰菜也另外装起来 接着是我很喜欢的一道常备菜 是芝麻拌牛棒做法非常的简单 唯一麻烦的地方就是一开始要花时间去把牛棒去皮 然后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完成这一步你就完成90%了 接着等水滚把牛棒放进去滚水中煮9分钟 糖一大匙 味淋一大匙 酱油一大匙 加上我们的花生粉三大匙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哦 然后把牛棒放进来 又是一个拌拌拌拌拌拌的动作 拌均匀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保鲜盒里面 完成收工 长备菜三道花20分钟 接着我们要来进入每一天的菜单哦 第一天中午我做的是竹笋青椒炒肉 就是日本新鲜的竹笋很贵 所以只好买这种真空包装的 中间都会这样白白的 不过那不是有害物质不用介意 青椒也是熟练的给它切成条状 然后我在日本最困扰的就是 日本没有卖肉丝 我每次都要买这种肉片 回来切成一条一条的超麻烦 然后我们来加入蒜末 酒两小匙 糖也是两小匙 然后蚝油一大匙 胡椒烧虚 麻油烧虚 盖上盖子放进冰箱 接近中午时候我再拿出来放到万能锅里面 煮20分钟之后它就可以起锅了哦 在这当中我什么事都不用做 我可以专心在我的工作上 等时间到我就可以准备来摆盘了 把我这一个竹笋青椒肉丝把它摆上来 接着我们把周末做的油酱花椰菜以及我的豆芽菜也摆上去 为了色彩好看我摆上了几颗红番茄 第一天的午餐完成 晚上想来做雪鱼咕咕 所以我先把烤箱设定在200度定15分钟 我来处理雪鱼 雪鱼也是切成一口大小 雪鱼上面撒点也让它出水 然后来处理咕咕的部分 调理盆里面加上橄榄油以及适当的盐胡椒 把它搅拌均匀 烤鱼的左酱用的是柚子胡椒酱 以及美乃滋半均匀放在旁边备用 拿一个可以进烤箱的容器 把水与多余的水分擦干净 鱼皮朝下放进去 涂上刚刚调好的烤鱼左酱 接着把咕咕都摆进去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把它送进烤箱 接着我们快手再来做一道烘蛋 烘蛋里面我会放芦笋 芦笋的下面的皮很硬 先用削皮器把它削掉 接着把它切成适当的长度 我个人喜欢下面的根部在对切 你们看要做不做都可以 然后番茄我们把它洗干净 放在旁边备用 接着我们在调理碗里面 打进去四颗鸡蛋 然后加上美乃滋一大匙 以及日本常用的空酥梅一大匙 把它搅拌均匀 系在锅的容器上面喷上油 让它不沾黏 然后把蛋汁全下 芦笋也全下 然后番茄建议是要对切啦 但我实在太懒了 就把它全部放下去了 没有对切的话 你吃的时候会这样子喷出来哦 那我们送入气炸锅 180度烤15分就可以了 烘蛋出炉 雪鱼不出出炉 礼拜一丰盛的晚餐 轻松解决 礼拜二一早先把中午午餐 用到的料备起先在万人锅里面 把猪肉片放进去 然后把洋葱切薄片放入万人锅里面 接着放入一大匙的味淋 一大匙的米酒 一大匙的糖 一大匙的酱 有一点点的麻油 以及一点点的蒜末 搅拌均匀盖上盖子放进冰箱 接着我们快手再做一个简单的常备菜 先把洋葱切丝泡水去腊味 再将彩椒对切 去脂洗净 然后把彩椒切成条状 这样切切切切切 10倍速的料理画面看起来好舒压 你们觉得舒压吗 把切好的彩椒放在调理盆里 加入一大匙的糖 4大匙的果醋 以及拌入我们的洋葱 最后加上一罐鱼罐头 将全部的材料搅拌均匀 放入保鲜盒里面 放进冰箱冰镇30分钟以上 会更入味哦 中午11点半 我就把冰箱里面准备好的料 放进去万能锅里面 让它自动烹煮 时间到之后 它就像喷喷的煮好了 我不用开火 也不用发散超轻松的 然后我就把它全部摆到盘子里面 有没有看起来很漂亮啊 除了彩椒之外 我上个礼拜做的果煮也给它放上去 花椰菜装饰放上去 礼拜二的中午结束 晚上要烤棒棒腿 所以下午先来腌肉 米酒两大匙 酱油四大匙 接着我们加入姜末 蒜末以及蜂蜜一大匙 超甜超好吃的哦 然后加入少许的黑胡椒 把它搅拌均匀 放进冰箱冷藏 晚上到了也很简单 把我们的鸡腿全部都排排占好烤箱预热 送进去烤箱220度烤15分钟就完成啰 然后烤箱鸡腿要出炉之前我们来做沙拉 沙拉我用的是水菜这个是日本很常吃的沙拉 非常的简单方便 脱水完之后我就把它摆进去盘子里面 然后拿了牛番茄 稍微对切一下 摆饰好看就好了啦 随便啦 然后接着我们的烤鸡腿就出炉咯 无地香的 那今天我们先吃一半 把鸡腿跟沙拉摆好 我们礼拜二晚餐结束 这一集跟大家分享了礼拜一二的菜单 下一集我会分享礼拜三到礼拜五的菜单 防疫期间大家都辛苦了 希望我的菜单可以给大家一些灵感 那我们下一集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